看到有人在争论我是不是一个专业记者和有良心的记者 正好睡醒了说几句 我肯定不是中国最优秀的记者 国内一线顶级媒体中的媒体人 优秀的人才很多 比如崔永元 柴静 王志 各个拿到国际一线媒体都是一线人才 他们很多人的综合实力都比我强 所以我在国内时远远不如他们名气大 我的优势也不再调查 因为电视媒体不搞偷拍 几乎是很难做难度性很高的调查性报道 虽然我还是做过一些经典的调查性报道 比如黄金大米系列 以电视之劣势超越所有媒体同行 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我自认的能力是坐在镜头前的采访突破能力 这里有好几个限定词 镜头前 采访 突破能力 就这么小小一个领域 我可能确实是遥遥领先 我谦虚点说排名全国前三 中国平面媒体中当然有很多优秀的记者 比如财新传媒下的调查记者团队 武汉疫情期间 他们一个报道组就驻扎在武汉 给中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和真相 很了不起 但平媒和视觉媒体本质上并不算同常 能力要求完全不一样 所以很难比较 用我和平媒记者比 对谁都不公平 也没意义 有人觉得 我有今天的流量和关注度 都是我主动操作的 我想说的是 这世界上有些事情 你越有功利之心 就越难达到目标 如果为了流量 我为什么要去乌克兰呢 为什么要去福岛核心区呢 为什么要去台湾呢 其实就算台湾系列 和我平时的拍案相比 流量都低得多 更不用说福岛和乌克兰系列了 从流量到看 根本就是惨不忍睹 我觉得 我这个人做事豁得出去 没几个人愿意在武汉开外 放弃国内的一切 到海外从头开始 我见过太多被封杀的媒体人 他们就那么在国内待着 有些过得还挺惨 但依然没有起心动念 换一个活法 我在接受采访时 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不信命 也不认命 我这种性格 要么死得很惨 要么绝地重生 总之 不会平平反反地过一生 至于良心二字 在我看来 对于记者而言 专业就是良心 不专业就不是良心 这是唯一的金标准 没关系 你准备 我就是 Hope 偈要 对于我 配合 向前 要的 炼